大家好,我是迷之声 今天呢,要实况两款游戏 因为之前看到说有一款叫做Revive 复活的游戏风评不错 然后呢,他说有一个前作叫做Response 重生,那么我们先从前作开始玩 用左右键移动,用A来跳 等一下 因为据说这个前作的风评一般 这个右上角有一个东西似乎吃不到嘛 没有两段跳 刚刚已经很迟到 很自然的按了R键就重开了 好 右下角游 游的时候呢,你需要一把钥匙才能开门 好的,我们争取第一次就把这个硬币通通吃到嘛 不过 死亡在这里只不过是像被纸片割到了一样 那我们拿了钥匙之后啊,也没关系 好 以重生做主题的游戏啊 其实也并不少 诶,这边,这边真的吃不到吗 不过这个标题画面上有有审刮 我们先往后啊 你永远都会重生的 因为有这个红色的平台 但是 但是这样一来啊,没关系 我们先上来吃到他 这是第四关 不太好掌握 不太好掌握 你一直说嘛 这个 手残 好 这次知道了 上一关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来个小跳 不能大跳 好 那我们先往后 那你有一些需要知道的 诶 其实绝大多数游戏都可以 都可以重生 都是有一个 你都分了关卡了 对不对 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 什么事情 诶 诶 哎呀 这个 这个要被大家捉急了 诶 这个 这个操作啊 人物太小 很容易就这个 判断失误 好好好 不要不要在这个 前前五关就就就这样 你可以 诶 你可以带走热 啊 还可以摔出去 啊 哦 我们从头开始 诶 还是不信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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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像 可以有一个 连技的感觉啊 但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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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应该不不需要使用到 这个 好 这样应该就可以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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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没有跑动空间了 还是不行 这个难道是键盘叫卡的缘故 你只能过去玩一个flash游戏的时候 它这个不能按住 对就是这样 就是你按住了一个方向键之后 它没有办法同时按下三个键 所以你往右跳的时候是可以按住上和方向键和A三个键 往左的时候就不行 这个就糟糕了 那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 我们看看到底行不行 好像是不行了 我看一下 我们往右的时候可以跳得很高 也可以吗 好好我们我们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一定要把这个硬币吃倒 哎不行啊 不行啊 那那我们先过关了 这过关都不行了 这个跳起来再扔 好 好 我们姑且先过关 这边呢 好 原来是要在这边的 好 前面白白跑了这么多时间 我们搬着你一起去 一起去 不行 按住下键呢 就可以 不是丢 而是 哎 这个怎么办呢 吃得到 姑且 哎 这个 这个有点捉急啊 好 好 这样就没问题 这样就没问题 我们姑且 好 好好好 这样就过关了 没有用到按下键这个 哎 这边是怎么样 你只可能拿到 哎 就是说这些 呃 多甩可拿可不拿的金币呢 只有 过关了之后 才算真的获得 不然的话呢 没用 啊 那我们这边 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把钥匙拿到 然后死一下 然后 哎 哎 这个啊 这个也是死亡啊 但是 我们为了要拿到这个硬币 就 就 就要有点辛苦了 这个硬币应该怎么拿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东西一路掉下去 啊 好 果然用了下键呢 更好的操控了它的精准性 跳在这个橙色的按钮上面呢 就可以把这个橙色的转块给那个了 啊 这边啊 就是 需要扔的啊 这边下面 嗯 要把这东西留在这里吧 那 哎 哎 你不小心 嗯 好 扔到 哎 没人好 扔远一点 好 然后这边呢 首先按下橙色按钮 死掉 然后 我们再回去 把这个 哎 哎 这边又需要按到按钮才行吗 这个是 怎么回事啊 难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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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更复杂的这种 这个是想怎么样 这个 这个 瞬间的 瞬间的这个 解密难度也 也 上升的太快了 哦 我们看一下啊 把这个带上 嗯 嗯 放到这边来 不对啊 我们 我们现在肯定要把这个 丢出去的 然后呢 我们死一次 再然后呢 能不能 这个东西扔上来能不能 没有效果 不行吧 那怎么办呢 我们 我们把东西丢在这边 不对啊 嗯 我们来看 我们主角 到了这边之后呢 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 把这边消除 但这边消除之后 这边又出现了 所以呢 那我们到了这边之后呢 啊 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啊 首先 死掉 然后带着这个东西上去 嗯 过来 哎 不对啊 我我们到了这边 再怎么死的话 也只能死回来 也还是做不到 而且 这个这个是要怎样 难解啊 啊 智商捉急啊 怎么办 想一想 嗯 我们需要把这东西留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还要出来 然后还要把这个再按上 这个 这个不合理吗 我把这个东西留 留在这里呢 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推回来 没用啊 我不要把他被推回来 我要他在外面 对吧 然后 然后怎么办呢 那不行了 没有路了 我们我们往上跳 哎 怎么办呢 不管我们先过活了 等一下再回来 刚刚是第十万 哎 被被嘲讽啊 这个东西也可以带着 被嘲讽啊 啊 这边这边 果然 哎 这边 我们要先把这个按钮 丢下去 然后呢 死一下 好 这个也获得了 然后复活点 复活点还是要 我放在这边会怎么样 啊 好 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给 这个丢上去啊 怎么办呢 啊 对 到这边来死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直接过关 我们等一下再把第四和第十关 你会 假如你颜色啊 颜色不同的话 就会在不同的复活点出现了 啊 是这样一个机制 好 首先我们要把这边过去 然后呢 我们变成绿色 嗯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我要把硬币拿到 我要把硬币 这是 这个 一两个像素的区别啊 真是 但是这样一来 我就变成绿色的了 好 过关 十三 哎呦 有的时候啊 你必须回复到你原来的颜色才行 看一下这边是要怎样啊 首先变成绿色 然后呢 嗯 这能不能叠一几啊 不能 那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吃到上面这个 要首先要变成绿色 好 变成绿色 死一下 然后 然后 好 知道了 然后变成红色 再回去 好 嗯 蓝颜色的东西 啊 扔不了 这个东西不能扔啊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看 只有这边可以送死啊 如果是按钮变成这个状态 我们就必须在那一边才行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绿色的丢过来 然后 等一下 哎 这边是不是 红色的这上面就吃不到了 怎么样才能吃到 好 应该丢得到 好 丢到了 但是 这样一来就 就被卡住了 怎么办 啊 对 从这边死 然后变成红色 上去吃金币 好嘞 啊 15关 按住下 哎 啊 在这个复活点啊 重生点 按下 就可以 跳下来 嗯 这边是想怎样呢 肯定还是要 先变成红色 绿色吧 大不了多试试嘛 大不了智商着急一下嘛 对不对 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变成绿色 变成了绿色之后 嗯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这边可以变成红色 而且啊 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丢下去吧 但是 还是 挺在意的 所以先把金币拿到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东西丢下去 然后死一下 获得钥匙 好啊 轻松过关 啊 还有一件事 你应该要知道的 什么呀 对啊 对啊 这样就不行了 我们要扔远一点 然后 获得了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对啊 哎 好 活过来了 扔 还有一件事 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不过我们这一关 已经完美的过关了啊 不用担心了 还有一件事你要知道 还有第三种颜色 好的 啊 这游戏玩着头痛呀 怎么办呢 嗯 这边是想怎样 我们先看一下金币啊 金币在左下角 然后呢 啊 我们先变成绿色吧 死一下 然后 按了按钮之后一定会变成黄色 嗯 嗯 这边呢 变成红色 获取钥匙 然后过来啊 这样就过关了 但是 哎哎哎 我们不要过关了 我们看一下 应该怎么样 才可以 嗯 看一下 按了按钮之后呢 是变成黄色的 所以我们要把 尽可能的呢 在黄色的状态 嗯 这个要怎么办呢 但是 现在又跳不上去 还是死一下嘛 然后 哎 掉下去了 好 先死 再过来 好 哎呀 这样会不会 啊不管 我们先把这个 要金币拿 好好过关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背景音乐啊 稍微有点耳熟的感觉 有一点点 啊好我们先看这一关怎么过 终点就快要到了 我们先去把 第四第十关的 这个 哎 哎 哎 要过关才可以选的吗 我现在跳出来 我的进度 就全满了